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红楼梦》 今天呢,咱们要读的这回可以说是《红楼梦》当中 贾宝玉跟林黛玉非常开心的一回 这回叫做共读西香 就是两个人啊,一起去读了西香记 当然我们先要说一说西香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简单来讲就是,这本书讲的是 一个书生叫张生 跟一个小姐叫崔莺莺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包括这个故事呢,在今天的中国民间 其实流传还是比较广的 甚至有个词叫红娘 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那么很明显啊,这是一个情斗初开的 跟爱情有关的故事 当然这样一个故事呢,在大官员当中 肯定是不被大家提倡的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红楼梦》整本书 里面讲的就是人的这种天性当中的情感 跟这个封建家族之间的压制 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 所以呢,贾宝玉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只能叫偷偷摸摸的看 结果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回呢 就讲到说贾宝玉正在偷偷摸摸看书的时候 被林黛玉给碰到了 结果这个贾宝玉就拉林黛玉入伙 说两个人一起看 那这个故事怎么讲呢 首先说有一天啊,正当三月中患 这个中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古代人会把 一个月分成上中下 各十天 然后说这十天呢,分别叫做上患 中患和下患 也就是说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吃完了早饭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时间点 三月中旬这个气候也很舒服 然后吃完了早饭 对吧,这个天气也不错啊 刚好也是不热不冷的时候 就这么舒服的一个时候呢 宝玉就带了一套西香记 当然在这里边他讲的是慧珍记 这是西香记的另一个说法 就走到这个沁方闸桥边 桃花底下的一块石头上坐着 你看这个地点也非常的美 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春天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然后贾宝玉拿着这么一本 看起来很舒服的书 打开就开始看 正看到洛宏城镇的时候 说这个书里边也写到 桃花被风吹了 飘下来飘到地上 刚好呢,现实当中 一阵风也吹过来 就把这树上的桃花吹下了一大半 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场景是非常漂亮的 就这样一个年轻的公子很帅 然后在一个明媚的春天 在这大好的春光里 坐在一个桃花树下一阵春风吹来 桃花落得他满身都是 然后满书都是 当然满地都是 就这么漂亮的一个场景 这个时候呢就写了一个小细节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他说宝玉想把身上的桃花 抖下来 但是害怕被脚踩了 他又觉得这个桃花太美了 如果抖下来 脚步践踏了 对吧 就踩了之后就有点可惜 怎么办呢 就兜着花瓣来到池边 抖在池子里 这个小细节说明什么 说明宝玉也是一个心思 非常细腻的人 内心当中情感很多的人 对吧 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大老粗 或者一个很鲁莽的人 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们假设一下 水浒传里边的李逵 坐在桃花底下 一阵风吹来 然后桃花落李逵一身 李逵可能根本不可能 做出这样的动作 对吧 但是脚步玉是觉得 哎呀 这个花不能践踏了 那我就小心翼翼的兜着 说把它抖在这个水里边吧 结果正在坐的时候呢 就听到背后有人讲 说你在这干什么 回头一看 就发现林黛玉来了 但是林黛玉这个答案 也很有意思 他怎么打扮呢 说肩上担着花厨 就是肩上担了一个厨花的 一小厨头 上边挂着一个砂囊 很明显就是成东西的 手里呢 拿着一个花肘 就是一个像一个小扫帚 扫花的 所以很明显 林黛玉是来干什么的 他也是来收拾地上的花的 只不过他的处理方式 可能跟贾宝玉不一样 贾宝玉的想法是 我把这些花抖到水里去 这个水很干净很漂亮 让他跟着这个水漂走就可以了 但是林黛玉有个小锄头 对吧 有个小扫帚 还有个小袋子 这很明显是要把这个花 扫到袋子里装了 不知道干嘛去的 这个时候宝玉就说 好好好 来来来 你把这个花正好扫起来 你把它这个料在水里头 我刚刚放了很多的花在里面 就是还有很多弄不完 那林黛玉怎么说呢 林黛玉就说 你把它弄水里不好 林黛玉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说你看这里的水干净 你别看现在这水很干净 流出去 有人家的地方 脏的臭的混到 就会把这花给糟蹋了 所以林黛玉的观点跟贾宝玉不一样 这个地方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小的象征或者叫隐喻 因为大家知道 花有的时候 跟这个女子们是非常像的 包括在后面我们也会读到 一部分叫黛玉藏花 就是他会拿这个花来跟自己进行相比 古代女子的结局是什么 其实往往就是这个花的结局 所以宝玉呢 他觉得是这个花就在 现在我看到这个干净的水里就好了 但是黛玉其实会看得更长远 他会觉得说你别看现在干净 但是未来啊 他的下场可能是很惨的 所以呢 林黛玉怎么处理呢 他说那个鸡脚上我有一个花种 这个种就是坟墓 他说我呢 专门给花做了一个坟墓 他说我们把它扫了 装在这个袋子里 到时候呢 直接埋到土里面 时间久了 跟土一起画了 这样是干干净净的 所以在后面黛玉的藏花营当中 就有一句词 叫治本节来环节去 强于乌闹县去沟 那于是呢 这个贾宝玉一听说 也有意思啊 说不错 那就等我放下书来帮你收拾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注意力 转移到这个书身上了 所以戴玉就说哎你这是什么书 宝玉一开始忘了这茬事了 光在那高兴的看书 结果等戴玉一问 他一下子想起来 说这个西香记这本书 在这个园子里边是禁书 宝玉就立刻说 荒的藏之不迭 怎么说呢 不过是中庸大学 翻译过来放在今天 就是啊我的语文课本 就我在看语文课本 戴玉笑着说你怎么可能 对吧 你又在我眼前弄鬼 赶紧给我看 好好多了呢 说你赶紧告诉我 到底什么书 这时候宝玉就说 好妹妹若是论你我是不怕的 他说我知道 你知道了没关系 对吧 但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别告诉别人 真是好文章啊 说这个里边写的真好 你如果看连饭都不想吃 放在今天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可能特别有同感 大家去看一些 这种很吸引人的小说 什么穿越啊 修仙啊 玄幻啊 看这种小说 然后你就觉得看得 停不下来 饭都不想吃 但是贾宝玉看这个书呢 其实还不是这一类 西香记还是一部 非常经典的 这个古代的著作 只不过为什么在当时 贾宝玉会把他当成一个禁书 就是大家不会让他看 就是因为这里面 全是人的真情 人的情感 整个《红楼梦》里边的一方 就是贾家 他代表的是封建的 这种礼法礼教的东西 他是压抑人的天性和情感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宝玉内心的这些真性情 我们又讲宝玉 是一个特别多情的人 他的真性情得不到书发 所以他去看这个书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过瘾 结果林黛玉呢 就把自己的东西放下 拿过书来看 从头看去是越看越爱 林黛玉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前面也讲过 你想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年纪 情窦初开 对不对 就是这个梁小不才 这个时候刚好是青春懵懂 这个情感迸发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一本书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 就把书十六出全部看完了 只觉得辞早紧人 余香满口 就是说不但这个故事很精彩 而且里面的句子语言 也写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真的像贾宝玉所说的那样 就这本书真真上面都是好文章 这个宝玉看着黛玉还在那一边看 一边出神 心里边搞得像在念叨 还在记词 说这个书这么好看 而宝玉就笑了说 妹妹你说好不好 然后黛玉就笑了说 果然很有趣 这个时候贾宝玉就开了一句 林黛玉的玩笑 宝玉就笑到说 我就是个多仇多病生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茂 这两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西乡记里边 这个张生讲的话 就张生跟崔英英 张生就是多仇多病生 崔英英就是倾国倾城茂 说这个男的因为思念这个女子 所以搞得自己多仇多病 一身病 所以这个贾宝玉一下子 把自己跟林黛玉的关系 瞬间比作了这个小说里面的 这个友情人这一对 结果林黛玉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 就古代的人是收敛多了 对吧 我们前面读到过薛宝钗 跟贾宝玉互看金玉的时候 薛宝钗就连自己这个脖子上的 这个金锁跟贾宝玉的那个玉 这里边的八个字是一对的 他都不敢承认 更不用说林黛玉了 林黛玉听完之后 不觉戴塞连耳通红 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是特别的害羞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又属于一个非常轻薄的行为 就你在一个女孩面前直接说 咱俩是一对这种感觉 所以林黛玉 登时直竖起两道 四醋飞醋的眉 瞪了两只四睁非睁的眼 林黛玉一下子就开始生气了 然后呢 就开始指着宝玉骂他 说你这该死的胡说 好好地把这个银词宴曲弄得来 还学了些婚话来欺负我 我告诉舅舅舅妈去 大家要注意这里边 林黛玉跟贾宝玉的关系 其实黛玉心里面是很喜欢贾宝玉的 但是为什么在贾宝玉 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之后 林黛玉会立刻非常的生气呢 其实这个生气并不是说 他很讨厌贾宝玉 而是他其实特别担心 宝玉只是在轻薄自己 只是在欺负自己 因为林黛玉这个人 在贾府当中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 他的妈妈去世了对吧 他的爸爸也没了 后来他自己在这个贾府当中 属于寄人篱下 无依无靠 没有人给他做主 如果说他上面还有一个长辈 能给他做主 这个事倒也好办 那没有人给他做主的时候 他其实特别担心的是 像宝玉这样的富家公子 只不过是来轻薄一下自己 并不是对自己真心的 所以当宝玉轻而易举的 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黛玉其实是非常的担心和生气的 所以等到林黛玉讲完这个话之后 书里边就写说 林黛玉的眼圈都红了 然后宝玉 当然一看黛玉升起了 就赶紧上去红 宝玉在这里头是特别会哄黛玉的 我们下一次还专门给你们讲一个 宝玉哄黛玉的故事 就是宝玉这个人真的是 在哄人这个上面是有绝活的 那宝玉这次怎么哄黛玉呢 他上去就说好话 他就说好妹妹 千万饶我这一遭 原始我说错了 如果我有心欺负你 就让我明天掉在池子里 让个赖头圆吞了去 变个大王八 等你明天做了一品夫人 病老归系的时候 我去你坟上 给你驮一辈子的杯 所以你看这一段 就是你能想象到宝玉 就像今天一个特贫的 对吧 这样的一个富家公子哥 很会讨女孩子欢心 所以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林黛玉会不放心贾宝玉 贾宝玉实在是太能说了 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就把林黛玉逗得 噗哧一声就笑了 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笑 揉着眼睛就是刚才还在哭 笑呢 其实黛玉本来就不是真正的 生宝玉的气 他只是有些担心 然后又有点面子上 不好意思直接承认 所以这个时候黛玉就像 说看你吓的 还在这胡说 然后呢 黛玉就引用了一段 这个西乡记里的话 说呸 原来苗不锈 是个营养辣枪头 意思就是说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搞了半天也是虚张声势 结果宝玉一听说 好吗 前面我引用了一句话 你把我骂一顿 你自己现在也过来引用 这个西乡记里的话来讲 所以宝玉也开始跟他开玩笑 宝玉说 你这个呢 我也告诉去 我也告别人去 黛玉就说 你光说你会过目成颂 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这个时候这两个人 其实就已经开始 开玩笑了 就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宝玉一边收书 一边就让黛玉说 咱们赶紧把这个花埋了吧 不提这个了 结果两个人都在埋花的时候 宝玉的大丫鬟 袭人就来了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 然后说这个快往那边去 老太太让宝玉过去 然后宝玉就走了 结果这里边就写 宝玉走了之后 袋玉呢 就自己往回走 走在半路上 在这个黎香院的墙角上 听到墙里头 有人在排练戏文 然后这段戏文是什么呢 就是牡丹亭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大家读《红楼梦》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它里边其实会引到很多的戏曲和文章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 它会引到《西乡记》 然后现在他又说 袋玉听到里边在排练的这个戏 这个戏是牡丹亭 牡丹亭就是杜丽娘那个故事 杜丽娘一个很年轻的女子 然后这个做了个梦 梦见了有梦眉这个书生 然后在梦中跟她相会 醒来之后思念成吉 最后死掉 然后最后再还魂 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你会发现 他这里边引用的很多的书 其实都是代表着古代的这种 对真情的向往 在这当中呢 这个林袋玉就听到了 里边在排练这个戏文 那之前林袋玉对这些唱戏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听到 这里边的戏文的原文 然后他就一下子产生了感慨了 比如说这里边他听到了一句叫 原来岔子烟红开遍 都这般富裕 断井颓圆 什么意思 说别看现在这花开得这么漂亮 到最后可能都是掉到井里的 飘到墙上的 这其实就是女子的心事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大好的青春长这么漂亮 将来不知道嫁给谁 对吧 将来不知道什么结局 所以林袋玉听到这个的时候 非常的感慨 于是就止住不 侧耳细听 然后又听到了几句 比如说一句叫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圆 说别看现在的时光这么好 对吧 但是真正的开心的人家 不知道在哪里 也就是说反正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心事的 就这个少女怀春嘛 还有说 则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说别看现在长这么漂亮 但是这个青春一世 似水流年 很快这个女子就要老去 容颜就要凋谢 所以说听的这个林黛玉啊 如痴如醉啊 而且反复的体会着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 然后就一边听一边想到自己 忽然又想起 之前读到古人诗里面的一些 类似的句子 比如说叫 水流花谢两无情 比如说礼遇的词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就是林黛玉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 就更加的哀愁 不知不觉就开始哭了出来 所以大家要明白 林黛玉为什么在红楼梦当中 总是一个愁兮兮的样子 有人说林黛玉这家伙 是不是有点抑郁症 说感觉整天都不开心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林黛玉本身是多情的 他自己呢 也不愿意压制自己的天性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大的 贾府的环境当中 他又是一个礼教礼法 非常严苛的这样一个家族 所以在这样一个家族当中 人的天性本身就是受压抑的 而与此同时 林黛玉的身份地位 也决定了 他肯定是惆怅郁闷的 他本来自己就是一个孤苦无依 寄人篱下 大概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也很难真正的有条件 有机会在众人面前去表达自己的真情 包括他对宝玉的这段真情 都是很难去直接呈现的 我们再来读这个 两个人共读西乡的时候 你也要明白就是 为什么他们很开心 以及到后来宝玉走了之后 待遇非常的难过 当然刚才我也提醒了 就是对于《红楼梦》当中的 有一些隐文 大家是要尤其注意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引到的西香记 引到了牡丹亭 那其实在前面 还有一些类似的场合 比方说在原飞醒亲那一回 他也曾经引到了一些 很重要的东西 原飞醒亲回来之后 那个时间非常的紧张 但是就里边写 原飞点了四出戏 第一出戏叫豪燕 豪燕就出自一捧雪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一个大家族开宴会 但是实际上那个戏里边 真正讲的故事是 后来这个家族就败落了 所以其实豪燕这出戏 是原飞意识到 大家族目前的荣华富贵 并不一定能够长久 这是他点的第一出戏 第二出戏叫奇巧 奇巧其实就是讲的这个 唐玄宗跟杨贵妃两个人的故事 唐玄宗跟杨贵妃当年非常的恩爱 然后两个人在七夕节这一天 共同的祈求 就是过这个奇巧节 但是大家知道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 是杨贵妃最终失宠 被唐玄宗给勒死了 当然这个也有当时的 时局动荡的原因 但是大家知道 作为原飞 他当时虽然也在受皇家的宠爱 但是他自己好像也很明白 这种宠爱并不能够持久 所以他点的第二出戏叫奇巧 第三出戏呢 就是出自这个邯郸梦 邯郸梦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黄良一梦 就是一个姓卢的书生 然后做了一场梦 在这个梦里边 他过完了一辈子 所有的荣华富贵 他都经历了 但是到头醒过来 发现只是一场梦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原飞在警醒身边这些人 就是我们现在 别看荣华富贵 但是其实到头来都是梦一场 第四出戏呢 就是牡丹亭里边的 仍然是讲牡丹亭当中 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所以他那一出戏叫离魂 讲的就是杜丽娘刚好 因为思念柳梦梅而病逝 最后自己的魂魄在外游荡 讲了这样一件事 所以其实从那四出戏 我们能够看出原飞 他作为一个 在皇宫内院当中的人 他自己的那种心境 所以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去注意 这样的一些细节 好 关于今天呢 《红楼梦》我们就读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好好读一读 黛玉脏花